美国土安全部情报及分析办公室6月7日上午发布恐怖攻击威胁公告指出 本土极端派暴力团体出没的网络论坛 近来出现鼓吹模仿德州小学枪击案的言论 某些团体利用这起校园枪击事件散布不实讯息 挑动仇恨 例如声称这起枪击案是政府自导自演的事件 以便达到加强枪支管控的目的 国土安全部表示美国仍处于高度威胁的环境中 预计威胁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 国土安全部官员指出 公共集会信仰机构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 政府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国内暴力极端分子的目标 公告称南部边境的问题也可能成为极端分子的触发点 国土安全部评估说 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利用边境安全相关政策或执法机制的变化 来为针对少数群体和参与边境安全执法的执法官员等个人的暴力行为辩护的风险增加 此外国土安全部还警告 外国势力可能利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 在美国社会散布纷争且企图影响民众 操作手段类似之前几次美国选举的潜力 加州众议会日前以65票全票通过 代表硅谷选区州众议员罗达伦所提出的AB2596法案 希望将农历新年定为加州假日 罗达伦办公室表示 农历新年是亚裔与亚裔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亚裔人口庆祝农历新年 包括华裔、越南裔、韩裔、马来西亚裔在内 亲友家人与此传统节日中团圆庆祝 相互祝福 许多非亚裔民众也参与农历新年节庆 显示全体社区的团结精神 罗达伦认为 在仇压暴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之下 设立农历新年为假日 不仅鼓舞亚裔士气 也同时彰显出加州领导包容性社会的魄力 6月7日 苹果公司推出了Apple Pay Later先买后付服务 这是一种帮助用户分期付款的金融服务 也可以说是支付方式 只需通过钱包应用付款时选择该显向即可 借助这一服务 用户可以将一次购物行为 分为四次等额的款项进行延期支付 最长可获6周免息 具体条款可以通过苹果钱包来查看 Apple Pay Later在任何接手Apple Pay在线或应用内支付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而且它使用的是Mastercard网络 通过Apple Pay订单跟踪功能 用户可以在钱包中查看详细收据和订单信息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7日达成一致 到2024年秋季 USB Type-C接口将在欧盟成为手机、平板电脑和相机等电子设备的标准充电接口 根据新规定 消费者每次购买新的电子产品时将不再需要不同的充电器和充电线 同一套充电器和线材可用于不同的中小型便携电子设备 有线充电的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数码相机、耳机和耳麦 便携游戏机和便携音响等电子设备 无论制造商是哪家都必须配备USB Type-C充电接口 支持快速充电的设备充电速度也要统一 让用户可使用任何兼容的充电器以相同的速度为设备充电 公报说 该协议可使更多充电器得以重复利用 并将帮助消费者减少购买不必要的充电器 从而每年节省高达2.5亿欧元 据欧盟委员会估计 废弃和未使用的充电器 每年会产生约1.1万吨电子垃圾 多年以来 欧盟一直在推动统一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充电接口 但一些手机制造商对此也发出了反对声 欧盟此举意味着iPhone必须在两年内适配USB-C接口 有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已在测试USB-C接口的心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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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